秀林乡景美村家湾第10期至11号 每到台风大雨来的时候 雨水会淹到家里头而且还有路面 危害到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景美村长田广真向秀林乡民代表会主席洛彦林来陈勤 而乡公所表示会积极试做排水沟改善族人们常年淹水的问题 秀林乡景美村家湾车区位于中央上面的三角下 地方可以说是地理人节 由于每每好大雨和台风来雨的时候 丰沛的强降雨量往往造成家温1017至11号的住户 周围有淹水的情况发生 加上排水沟无法宣泄 路面也积水了 依下到用路人的安全 景美村长天光阵并且向秀林乡民代表会主席洛彦林 诚信反应来解决出民的淹水之苦 每当大雨后或台风天的时候 我们一养妈妈都会每次都非常的辛苦 那他们家都会有很多的水患 那我们经过很多次的一个协调跟主席还有公所 来多次的跟地主协调 那非常感谢主席跟公所 那他们做了这个节水沟 那在面对下一次大雨的时候 就可以改善这个多年以来的这个问题 区路人下面代表会主席洛彦林表示 村民的需求都会立即来习助处理 就是要解决地方的问题 每次加湾17至11号 常常会因为大水或者是台风期间淹水 那我们常常来会堪 那最近在这边做了一个排水沟 希望能够在大雨来时能够帮忙排水 那也感谢我们村长一直在为地方服务 现在有了排水沟 希望能够改善台风期间的一些排水问题 今天村长天文国家表示 下任之后除了协助村民大小事之外 地方建设的问题都会向代表会主席洛彦林进行反应 来进行会看实地了解情况 寻求解决的方法 同时也感谢代表会主席洛彦林 还有新闻相互所协助 都会同来为景美存的愿景来努力 记得Join 新闻相互导